如果躲在山上自修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师父叫它是自我解脱法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什么叫自我解脱? 就是不管人家 自己到山上去好好修自己 只要我自己可以 解脱 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 这样可以吗?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敢释迦摩尼佛 敢观世音菩萨 敢师父 刚才家里的打印机不工作了 反复启动调试也不好 此时 外面的打印店已经关门了 我忽然想起来 昨天午睡时 我梦见家里进来两个人 我想 可能是房子有药经者 于是 马上在心里许愿了 十四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房子的药经者 两天内烧送完 关门 关闭电源后 我重新启动了 刚才也反复这样操作过 打印机开始正常运行了 师父开试过 家里的电器突然坏了 大多是房子的药经者 接着我又告诉儿子 我是怎么做的 让儿子对灵性世界 有更深的认识 同时增加对佛法的信心 以前 邻居也经常到我家来打印 他家的电脑突然死机了 拿到我家就能正常开机 我明白 是他家房子的灵性问题 我也曾多次度过他 奈何他不相信 师父说过 末法时期 还不相信菩萨的人 真的是太可怜了 相信观世音菩萨 学佛念经 多么幸福啊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最近跟老公冤解很重 昨晚 我说找他聊聊 他直接不搭理 说要睡觉 跟我没有共同语言 态度就能证明一切 他的态度很是冷淡 看我简直就像仇人一样 我许愿念十万遍解节咒 每天五百遍 化解和先生之间的恶缘 后来 我又许愿了化解 我和先生冤结的 经文组合小房子 今天早上 我跟家人说 要去外面看病 临走前去买了十条鱼放生 刚放完一会儿 就收到先生转过来的两千元 让我拿去看病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啊 菩萨慈悲保佑 真修实修的佛子 我们要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收获自然来 虽然先生的心现在还在外面 但我相信 只要我坚持运用五大法宝 先生一定会转变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不如师命 尊师重道 齐心协力 心火相传 二 不如师命 任重道远 法门无量 师愿学 二 学佛人应敢报师恩 牢记使命 任重道远 关于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的意义 选自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五十三集 静定是观照 所以我们很多人 就是要有一种 慈悲的心 而且这种慈悲 修到一定的程度 要上报四重恩 要下祭三土苦 大家知道三土苦都知道了吗 对不对啊 那么上报四重恩 就是让我们学佛的心 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 我们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 你今天慈悲了吗 你上报四重恩了吗 你看看看 你们四重恩 佛的恩你们报了吗 父母 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 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 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 你们生出来 一生给你们接生 就是众生恩了 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你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 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 你才能成长的 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 也是大家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 每位佛 他的成功 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 还有护法神啊 隆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天 就要感恩别人一天 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 生命和事物 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 白话佛法 学佛人应该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 去救度众生 而在庙里 在山上 有什么众生可以给你度啊 这不就是修自我解脱吗 那就是小秤佛法的义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ожид menING项目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要อน عليه 미� mac Future